至此刻,在Kellery Health凯雷环球,我们致力于推动个人和家庭的健康与幸福 Kellery Health延续了抗衰老的临床研究与科研精神 创立抗衰老水域细胞健康的品牌理念 专注细胞及抗衰老产品的研发与实践 在凯雷环球,我们的品牌价值观是长期主义平衡共生 我们的企业使命是以挑战为使命和你一起创造奇迹 我们的企业愿景是成为一家受人尊重的行业领先公司 作为企业社会公民,Kellery Health始终乐于承担社会公民责任 持续为社区奉献工艺援助,创立Kellery Kids公益基金 长期为贫困地区儿童捐赠儿童膳食营养补充品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凯雷环球七星钻石总裁 Tony徐老师 Tony老师,他曾经在国内经营橡胶进口轮胎批发业务 被誉为深圳的轮胎大王 他的市场覆盖率覆盖了全国的17个省市及地区 作为深圳优秀青年企业家代表 曾获国家领导接见 2000年移民美国后 在洛杉矶经营多家连锁餐厅 许总是洛杉矶的社会活动家 为民共两党举办了多场募捐活动 为美国华人从政贡献良多 五年前许总进军网络营销行业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许总具有极强的演讲沟通能力 是具有优秀的并且是重要影响力的团队领导人之一 那么今天许总将会为我们带来凯雷商业优势的主题演讲 现在我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七星钻石总裁 Tony徐老师 好 全球的凯雷家人们 大家现在好 我不是一个优秀的讲师 我只是一个践行者 在我的一生当中 我曾经给别人总结过 我有三次的选择 证明我是对的 我的人生历史做出重大选择的时候 是1985年 是从湖南的长沙 跑到了深圳 走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沿 开始了我的所谓的深圳的这个叫创业之旅 那是1985年 那2000年的时候的话呢 我又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 然后举家的移民来了美国 我又做了人生的第三个大的选择 就是进入了网络营销这个行业 现在回味起来 这么人生的一次三次大的选择 结果告诉我 我是一个有福报的人 我的每一次重大的人生的选择 这一股旗都走对了 从湖南到深圳 让我参与了这个 有机会参与这个 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历程 也收获了第一桶金 在传统领域里面 跟我的同辈们相比 跟我的同龄人相比 我算是一个幸运儿 获得了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成就 那2000年移民到美国呢 我收获了什么呢 我收获到了 我的一对儿女 进入了美国的最高等的学府 我看那照片下有 那两张墙上的两张照片 刚好一张是我儿子的 一张是我女儿的 他们的那个毕业证书 也就是说 这个母贫子贵 这个我又享受到了 这么一个成果 确实一对儿女 至少目前来说 在学业方面 是非常的优秀 超出了一般人 那我也非常的享受 作为为人父母 我也非常享受 这么一个成果 那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2017年的时候 我一脚踏入了 网络行销这个行业 这么些年 一路走来 让我收获满满 今天之所以 我在这个镜头面前 那么的有底气 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些经历 其实这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 我是在 很多人迷惑的时候 看不懂的时候 我做出了选择 而事实的结果证明 这个选择是对的 我相信 我们很多的人 都听不这么一个大道理 选择大于武力 但是 究竟如何选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比如说 在当今社会 这个平台 多过阳台的时代 你如何去选择一个好的平台 其实并不容易 难道你每个平台都去试一试吗 不论你自己不会有结果 跟着你的人 也拿不到结果 最主要的是什么 你会把你人生积累的人脉 会统统给伤害掉 所以说 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看看 现在的国内的疫情 让人们整个的生活 节奏 工作 全部都打乱了 而且最近 大家所熟知的 俄部的战争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这件事情离我们很远 因为有可能 这个世界 会因着这个战争的 没完没了 或者说 因着它的结束 让我们整个这个地球 整个这个地球村 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Anyway 不管它怎么样 总而言之 在这么一个纷乱 承扎的这么一个世界里 我们要保持一个 能够让我们保持一个 清新的头脑 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 以我几十年商场的经验 以我这六七年 在网络行销行业里面 这个努力 这个工作 努力探寻 这个努力思考的 这么一些结果 一些总结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凯利的商业优势 我们都知道 这个我们平常 跟别人在分享和推广过程中间 遇到最大的难题 遇到最大的困难 无非就是两样 一样呢 就是找不到对的人 或者说 没能够遇见 那个对的人 要么就是呢 别人不认可 不接受 完全的拒绝 我相信 我们所有的这个 凯利家人 在发展自己事业的征途上 我相信这两样困难 遇到的是比较多的 其实这里头 它是一个非常麻烦的 一个现实 中国过来人 其实我们也经历过 我们都知道 你要想快速的成功 快速的发展 找到对的人 其实是非常重要 但是当我们自己的条件 我们自己的认知 我们自己的专业能力 还很有限的时候 那个对的人 他不一定会认同我们 那么我们 可能要做的最多的工作 就是在那些 并没有行业经验 或者说 他这方面 认知 跟我们的认知 有偏差的人身上 动脑筋 做工作 那最后我们会感受到 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男子 为什么 教育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你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 很多的经历 很多的经历 去跟他做分享 甚至会借力 甚至会花钱 请吃 甚至送产品 等他 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 你付出了很多 但是结果 不如人意 有的时候就给了一个面子 但 别人并不会动起来 所以来说 了解凯莉的商业优势 我认为 对我们 所有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 我记得 我在之前的培训中 反反复复的跟大家讲 也就是 TikTok的老板 经常讲的一句话 你永远赚不到 你认知以外的钱 其实我们所有的做工作 就是解决一个认知的问题 只有你自己的认知 相对全面 相对完整 相对专业 你是真正看懂 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 网络行销会给你带来的变化 或者会让你收获到的东西 说句土话就是 他到底他的价值在哪 也就是说 只有真正的通过学习 看明白 了解了他的价值 你才会怎么样 你才会有这个意愿 投入时间 并坚持 所以说 了解凯莉的商业优势 是我们需要 提高认知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这种认知 会让你看到希望 会让你看到前途 也是你在困境中 在困难中前行的时候 让你坚持的理由和动力 所以来说 我今天先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 大健康 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网络行销 结合大健康 更是我们大家需要思考的 那么在那么多的平台中 凯莉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那么下面我就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再讲一讲 我的这个结论 从何而来 为什么 其实谈到凯莉平台的商业优势 我其实要从趋势谈起 所以今天的分享的内容 分三个段落 趋势 优势 模式 所以我最后谈到的是 我们的商业模式 为什么先从趋势谈起呢 因为中国一句老话 叫方向不对 努力白费 我先谈第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 生命科技的发展趋势 到了我这种年龄段的人 经历过很多 从此这个 最早的这个叫麦鲤金开始 到经历过 像类似于说 植物萃取物 比如有代表性的 比如像有桑拿这样子的平台 到了细胞修复这个阶段 比如说 我之前所参与过的平台 JS 生命科技的发展 一日千年 可能你们 如果不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你们可能感受不到 人类的寿命 是有很大的潜力可挖的 更何况我们人 在生存的过程中间 还面临着各种的疾病 也就是说健康和长寿 其实是我们很多科学家们 夜以继日 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故事 可能你们没有来过美国 或者说你们对这个行业 了解不太多 光美国生命科学院 一个机构 你知道他有多少科学家吗 有两万多个科学家 在研究 有关于人类健康长寿的 方方面面的工作 所以来说 生命科学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我们要看到 这是人类很努力的一个方向 而是永远没法完全掌握 完全了解的这么一个课题 所以说在这条道路上 有非常大的空间 这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一个趋势 第二个趋势就是 网络一体化 全球一体化 网络行销不是个新鲜名词 只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 方方面面 越发感到它的便利 越发感到它的功用 把整个一个地球 就像变成我们农村的一个村子一样 彼此之间的交往 非常的便利 非常的畅顺 也非常的简单 那么全球一体化 从中国来说 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 征担全球自由贸易的老大 你看上海的进口博览会 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是什么 也就是说 中国要大开国门 中国要大量的进口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 为我们国人所需要的东西 而且我们凯利公司 这个与佛业公司一起 也就是我们凯利的副办法 佛业公司一起 在这个去年 已经有幸参加了第四届 上海中国进口博览会 也就是说 这种以进口为导向 让我们看到 一个更大的趋势是什么 就是 外国的好的商品 会大量的进入到中国市场 所以说你会看到 全国各地 各个省各个区 都在建立 跨境电商试验区 所以说 在市场需求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 那么第三个趋势是什么 就是 我也常常过去所提到的 疫情过后 人们的认知 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知道提高免疫力 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过去人们的传统认知 改变了 完完全全学会了 或者了解了 或者也明白了 预防大于自然 等到你有病去医院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可能我们的生命 就在 这个 走回健康 或者说走向太平间之间 徘徊 也就是说 全球的疫情 让人们的认知上 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人们的健康观念 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这又为我们 推广大健康 推广这一项事业 提供了 无限大的 这个想象的空间 那么第四个趋势呢 就是 平台经济的发展 如果我们看这个抖音啊 我们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 网红 其实 这些网红门 也只是一个过程 真正未来在 商场上 在市场上 在商业领域 占有核心地位的是什么 是平台经济 我在中间 给大家插一个小笑话 这是非常真实的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懒人 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生产力 你们听说过这个妙论吗 我们平常是讲的是勤劳 现在我们谈的是懒惰 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一股动力 大家知道遥控器 是怎么来的吗 以前的电视机啊 是要拧一下 你再给换频道 后来呢 就有一条线 再后来呢 就变成无线的遥控器 为什么会有遥控器的产生 就是人们坐在沙发上 并不愿意挪动那么一步 跑到电视机前面 去拧一下 或者去摁一下 平台经济 也是得益于这个 我们做过电商的朋友知道 我也跟他们聊过 他们光整理这个订单啊 眼睛都会整瞎了 还要发货 还要打包 等等等等 很多的工作 然而平台经济则不然 平台经济是在整个的产业链中间 就让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分享 或者说推广 从产品的研发 生产 物流 经理 一直到售后的服务 这些工作 全部由平台来 来努力 来工作 我们参与者 只要跟平台做一个结合 我们就可以做生意了 我们就可以赚钱了 我们就可以收获满满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社会的发展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 因为人性本身 都是懒惰和贪婪 极个别极个别的人 经过修炼 这个努力之后 他会有高出 一般人的所谓的这个境界 大部分人都是懒惰和贪婪 包括我在内 也就是说 平台经济正好契合了 这些的需求 你比如说我现在 跟我的传统的 在洛杉矶干了十几年的餐馆相比 那我的赚钱的 收入的总量 我工作的轻松度 我所要面对的烦恼 以及我工作时间上的自由 那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做对比的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 享受到目前 参与网络行销事业的这种结果 所以相比之下 我每天都在充满了感恩 真的 感恩前平台 带路的人 感恩凯利公司 感恩伯格老师 感恩和龙钻石 这个引导 感恩葡萄石 他们的努力 感恩赵老师 他们的陪伴 感恩李蕊 他们等等等等 很多的钻石 信念总 金之帆 他们这些 包括我们台湾的一大堆的钻石 他们的努力 辛劳和工作 天天都在感恩 所以说每天 基本上都很幸福 很少有烦恼的时候 但是我在之前干餐馆的时候 天天发脾气 天天生气 天天还被人修理 被朋友修理 被政府修理 被员工修理 所以说 我告诉大家 人都是希望简单的 人的都是希望轻松的 所以说 一个好的平台 是我们自己 愿意参与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因素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一个好的平台 可以帮助我们 带领或者引领更多的人 来参与到这个平台来 成为我们团队的一份子 然后成就别人 也成就自己 所以说未来是个什么样子 未来是个什么样的趋势 你就大家记住这几个标准 好产品 好制度 还有好的服务 我曾经跟波波老师提议过 我们的服务还要不断的完成 我们好产品 我们有好的制度 但是我们还尽量做到 服务打得更好 将来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保健品 哪怕开了平了 吃了一半了 你都可以退货 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 不是现在 这个是我们争取的目标 因为只有好产品 好服务 好制度 这么样的一个平台 才会吸引到 千千万万的消费者 才会吸引到 数百万的经营者 那么凯莉的明天 一定是辉煌的 那么聊完了趋势 我们就说一说优势 优势呢 我简短一点 因为之前 我有专门一堂课 聊过凯莉的五大优势 那为了让我们的分享 有系统性 那么我也简单的 把我们的五大优势 再赘述一遍 第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是公司的实力 实力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都明白 做网络行销 最大的价值在于什么 不是在你努力的时候 你能挣多少钱 而是在你努力三五年之后 你不努力了 你不全金付出了 你还有多少钱 还有多少被动收入 那如果是个公司没有实力 你冲着三星转 你冲着了三星转 五星转 刚刚开始可以享受 被动收入 享受美满人生的时候 这个公司垮掉了 我请问 谁给你发钱呢 你看看 凯利公司 百日活动 最重要的一点 最闪亮的一点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本来只有钻石有的股票 一星董以上 都给我们大家机会 获取股票 而这个股票呢 不是凯利公司的股票 是一家正在上市路上的股票 是有实实在在价值的 它的A轮融资 已经达到1200万 也就是说 我们那些送出来的股票 和某些公司所宣传的 送自己的公司的股票 这是有很大差别的 如果说凯利公司 今天送的是 凯利公司未来上市的股票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呢 因为凯利公司的股票 将来能值多少钱 它都是个未值数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奖金有一个波比率 经销商拿多了 就表示波比率高 那经销商拿多了钱 公司就所剩无几的利润 那股票就会不值钱 如果给股票 股东的钱多了 经销商的利益就会受损 所以我个人 是强烈的反对 网络行销公司 自己上市的 有商拿就是很好的例子 它的奖金波比率 永远只能提留在40% 为什么 因为它后面有一大群的股民 也要等着分钱 再听听 这个公司 南京的总部 马上就要开张 不是要计划 是正在装修途中 我们希望随着 九月份的 拉斯维加斯的 正式圣达召开的会议 我们南京的分部 也可以同时的对外营业 到了那个时候 你们就会知道 坊间的各种传言 不攻自破 凯利一定会朝着 落地 中国大陆这个方向去前进的 我们已经领到了 跨境电商的牌照 我们已经领到了 销售保健品的牌照 剩下的就是 实实在的落地 包括还要特别提到的 在金流部分 凯利公司是全球唯一的 一家做网络行销的行业 他的奖金 可以直接连到 中国联通卡的 这么一家企业 很多公司做了 十几年 二十年 五十年都做不到 凯利做到了 为什么 那是因为凯利有实力 不惜学本的 不惜费用的 去打通金流物流的 各个环境 你包括 我们保随 深圳保随仓的这种建立 最近大家可能感受到 最近这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收获就明显的快了很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深圳建仓了 等等这些都告诉大家 凯利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企业 凯利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 凯利可以陪伴我们走得很远 那么第二个就是优势 那就是产品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 人无我有的产品 我们的亲戚片 我们的第二代百里如存 紫檀奇 是全球独一的之外 别人有的 我们比别人更优 全世界都在卖 卖那个NMN 我们是升级版 SOD NMN 而且马上要进入到 它的第二代 我们还有一款 类似于 JS的那个 NPM的一个新的产品 细胞营养素 很快就要上市 还有我们女性的 夹带着最顶尖的科技 最优秀的企业 帮我们代工生产的 护肤品 女性的护肤品 也会要即将上市 总而言之 凯利公司 因着在行业里面 18年的行业经验 因着他有 160多个品牌 合作商的这种 对市场的掌握和了解 因着他多年的研发 和生产的这种 所谓的经验的积累 专利的积累 让我们的产品 傲视群雄 那么第三个就是制度 制度 从两个方面去解读 一个是从人性化 像我过去经营过的平台 80%的人都赚不到钱 大家其实都很努力 但是成就了少数的 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凯利则不然 凯利可能很少能创造 千万美金收入的人 但是凯利做到了 人文的关怀 让80%的人 都有机会赚钱 让90%以上的人 或多或少 都能赚点小钱 那么更多的是什么 是让那些努力经营的人 可以快速的成功 快速的致富 让他们在经营 这条事业的道路上 比别的平台 可以快速的赚到钱 让他们有实实在乘的收获 所以说凯利的奖金制度 既有人性化的一面 又让更多的人 可以创造相当的财富 而不是极少数的 百万千万计的富翁 这是凯利的制度上 与别的平台相比 有一个大的革命性的改变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时间上的优势 我跟大家说 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选择一个平台不容易 我如果不是跟着凯利 走上这么一年多 我对凯利平台的好 对凯利平台的优 我说话还没有这种底气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平台 走着走着就不行 走着走着就滑铁炉了 而凯利则不仍 让我一个老江湖 越走越有信心 越工作越热爱 越努力越心甘情愿 为什么 因为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而他仅仅才一年的时间 我们在前面探了一下路 当然了 早期跟随加入的人 你们都是有福气的人 你们懵懵懂懂也好 简单相信也好 总而言之 你们真的是一群有福报的人 我们已经在里面了 也就是说 一年的时间 对于那些刚刚起步的人来说 前面一定不要犹豫 一定要快马加鞭 为啥 因为你站在一个时间的最好的节点上 我们必须承认 网络行销 其实越缴加入 是有很多的优势 因为它是系统自负 因为它是团队裂变 哪怕你再不能 你再不财 你跟着一群优秀的人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所以来说 我们不仅仅是自己 好好把握现在的时间 我们更要去唤醒 或者吸引 或者召唤那些 还在犹豫的人 还在门外观看的人 还在没有看明白的人 先站位 先进来 在门口看 就像我们在台下看戏一样 它永远是观众 你先进来 演不演得好 另外一马斯 你是参与了 你就是舞台上的议员 你或多或少 都会收获 哪怕在别人 给别人鼓掌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对你的鼓掌 你也可以享受其中 否则 你就是在那个下面 给别人鼓掌的人 那么第五个优势的就是团队 记得我们刚刚加盟的时候 何龙钻石 不认识钻石 我 还有李蕊 我们这些是最早的一批的人 其实我们这些人 因为在前平台有经验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为大家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也就是说 后来者 你们可以因着我们 的前期的 啃荒 或者创业 为大家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 营商环境 你比如说 我们来的时候 没有分销价 也没有拓展价 但是特别的感恩 凯利公司 特别是伯格老师 听进去我们的建议 也非常愿意 把凯利的绝大部分的收益 借助于各种方法 各种制度 来给到我们的经营者 才让我们这些经营者 在创业的路上 收获满满 也就是说 今天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好的经营条件 所以我们前期那些钻石们 在公司的支持下 所创建出来 所以来说 有一个好的团队 会让我们 从方方面面 都会得到帮助 你比如说 我经常需要建立的 是一些医学团队 因为我们有医学背景 但凡讲到产品 我就打触 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医学专家 加盟到凯利 让我们有利可见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优秀的领导人 让我们有利可见 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是积分共享 优秀的团队 会带来优秀的人 让我们的业绩 可以轻松往上提升 所以来说 实力 产品 制度 时间 以及团队 这是凯利目前 的五大优势 我们反过来看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 经历过各种 这样的 这种平台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成功 很多人都没有拿到结果 为什么 那是因为 他们的 之前所参与的平台 不同时具备这五大优势 或者说只有一两个优势 而不同时具有这五大优势 那么不成功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可能就是自己不努力 除了自己不努力 我讲的是那些努力的人 也没有成功 那一定是因为 他们没有参与到一个平台 同时具备这五大优势 而我们今天 这一群有福报的人 同时具备这五大优势 是必然会成功的 因为这是我们成功的基石 那么最后我就花点时间 谈谈我们凯利 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 其实我是从一个商人的角度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努力 慢慢地有点感受 可能不是那么专业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在我进入网络自销之前 我根本不了解什么叫被真 所以第一个想象大家 分享的是什么 就是被真模式 也就是说 这种商业模式 因为我们传统的生意 它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而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这个被真模式 它可以完全超出 你的认知范围 让你认为的不可能 变成可能 在我接触到网络 网络行销之前 我根本就不了解 什么叫裂变 什么叫被真 因为没有学习过 也没有接触过 直到进入这个行业 我们才理解到 什么叫系统裂变 什么叫业绩被真 大家听说过 一的二次方吗 其实我们的模式 还不只是一的二次方 可能是n的n次方 因为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 能力不一样 你像我们不认识钻石 你整整一大批 让我的羡慕的要死 所以说每个人的能力 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从一开始 有的人从六七八九开始 总而言之 这种系统的裂变 是颠覆我们传统的商业认知 如果你不学习 你不了解 你就不会相信 我就找了那么几个人 我的收入就可以达到八到十万美金 我也不怕说 因为我是全额缴税的 我指的是每个月 所以来说 你只有学习 只有了解 你只有掌握到了 或者认知到了 网络行销 是可以让你 由一两个人开始 让你整个系统 不断的扩张 不断的裂变 最后把 我们平常所了解的 只是在数字上的文字 变成经济 变成现金 所以说 倍增模式 是 网络行销里面 最核心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就是杠杆模式 杠杆模式 我的认知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技术杠杆 我们都知道 企业的创新 它是越优秀就越厉害 越超然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我前几天所了解到的 也就是说 独角兽的企业 在十年前的时候 中国有好几十家 美国有一两百家 十年之后 独角兽的企业 中国只有数十家 而美国 有成千上万 有成千家 几乎上千 接近一千家 为什么 就是在高科技领域 越先进 它发展的越快 升级的越快 凯利公司 之所以那么优秀 就是因为它积累了 18年的 行业的经验 研发的经验 技术创新的经验 跟各个大学 进行合作的经验 使得这个企业 在技术上面 跟同行们相比 它会不断地拉开距离 所以来说 我们的技术优势 凯利的产品的技术优势 以后会不断地放大 会不断地跃升 跟别的平台相比 差距会越来越大 第二个就是资本的杠杆 资本的杠杆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投入的成本 资金的投入的成本 是非常低的 现在有了2999 我们早期加盟的那些人 才是1099 好想不到1990几块 99080多少 我又忘了 相对于我们的那种 投资相比 我现在的收入 和那个时候的投入 这叫什么 这真的叫做 你给了我一个支点 我就把地球撬起 我投入才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一味的收获 是我当初投入的几百倍 支点是什么 凯利平台 这个平台证明了 人人都可以成功 所以说 依靠我们优质的企业 作为支撑 我们那点小小的投入 就可以被无限的放大 大家一定要有这种信心 你可以不用达到我这个水平 你可以通过三五年的努力 每个月达到三万块 行不行 那也是一个财富自由的人生 我讲的都是美金 更何况 我们有个富爸爸 还给我们的钻石们送股票 把台力的积攒的收入 投入到那些个 可以无限放大的 优质资产中去 让我们这些为之付出和努力的人 又可以额外的收获 一笔更大的财富 那么大家可以体会到 这种资本的杠杆的撬弄作用 它有多大吗 那第三个杠杆就是人脉的杠杆 这个我就不多讲 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 我来到凯利 其实就带了那么几个人过来 够了 几个优秀的人 就可以让你撑大事 当然了 我是因为在前面有经验的积累 有人脉的积累 才可以这样 所以我常常说 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付出 都不会白费 因为你们现在走的路 我过去走过 我曾经试过在 中国推广市场的时候 为了等某某人 我们在一个不太高档的餐厅里 等了四五个小时 那种屈辱 我都经历过 因为你要做市场 你心就得放平衡 你得 挺得起腰 也要弯得下头 因为你要的结果 就是在你这种 一区一生之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就实现了 所以说一切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也就是说 网络行销这个行业 通过人脉的杆 一个撬动一个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撬动到几条大鱼出来 撬动到几个老鹰出来 而这些老鹰 为什么会加盟到你的团队 我们这些有经验的人 让你去借力 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真正能撬动人脉的是什么 是凯利平台的优势 是他通过学习和了解 他知道 他如果加盟凯利 他能够得到 他想要的东西 他能够得到 他在全平台 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这才是他加盟的 背后的最大的原因 所以说我们每次去推广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能力 弱一点的家人们 你们一定要有底气 你可以弯腰 你可以低头 但你不能没了骨气 因为凯利是一个优质的平台 凯利可以征服 所有的优秀的人 那么我最后再谈一谈 系统致富 系统致富其实呢 除了我们过去谈到的 很多很多之外 其实我想谈一个 小小的东西 就是说 你可能因为某一个人 你就收获满满 而且他不会因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影响彼此的什么商业利益 也就是说 你了解网络行销 你一定要在系统致富方面 多做了解 以后有时间 我会专题的跟大家分享一次 什么叫系统致富 我也可以考考大家 有谁可以用大白话 把系统致富的优点 把它都说出来 是123456也好 还是78也好 没有标准答案 总而言之 系统致富 是核心的核心 是根本的根本 系统致富 也包含了 我前面所说的这些内容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系统致富 给我们带来的结果 是我们传统生意 传统领域里面 没有办法实现 那模式里面最后一个我想谈的 就是被动收入 时间已经快到一小时了 被动收入 是我最为看中的 记得我们当初加盟凯丽的时候 我跟 反正我跟早期 特别是跟Grace算是 我还讨论过这个话题 我说我要求不高 凯丽只要每个月能给我5万块钱 5万块钱美金 我说我就很满足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又不缺钱 两个小孩子呢 也很优秀 也都独立了 我们一家的开销 一个月大概就 一到两万美金 每个月有5万美金的收入 我就是个财富自由的人 那现在已经大大的超出了 所以说 我是现在真正可以 过退休生活的人 7月4号是我的生日 过了7月4号 我就叫徐白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就是59岁 虚岁叫60了 我是进入60岁行列的人 所以我常常跟 波克老师说 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 只求凯丽 长命百岁 我说我后续的 所有的工作 不为自己 只为凯丽 只为凯丽江山不倒 我的生活就是安逸 中国不是就老化吗 家有万斤 不如日进抖金 我就希望我的抖金 五万块也好 四万块也好 八万块也好 十万块也好 月月都来 我就非常的潇洒 非常的轻疏 所以说 大家切记切记 我们人生 所谓的追求 绝大部分人 都希望 在更早的时间 实现财富自由 只有财富自由了 你才有资格谈时间自由 你才有资格谈人生自由 你才可以把主要的时间 去花在你自己认为 最值得 最重要的事情上 哪怕你去做传教 传教也得要有 资金做基础 对不对 总而言之 看懂这个模式 其最终的结果 最想要的结果 就是当我们努力三五年之后 我们可以获得那个 可以足足支撑我们财富自由的 这个被动收入 而这 一切所有的模式的实现 靠的是什么 都是要靠一个优秀的平台来帮你实现 我们谈商业模式 谈了这么几个点 它有更多 回归到一点 就是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怎么才能实现呢 大家切记 要借优质平台的力量 唯一有借助到了优质平台的力量 再加上你的努力 再加上一点点运气 三五年的时间 一定会有结果 一个月挣了三四万美金 一点问题没有 运气好的 挣个十万八万 再好的 一个月二三十万 反正凯利这个平台 是可以超越的 所以来说 所有的模式 所有的商业模式 要靠优质的平台来实现 而这个平台 就是我们目前 正在路上凯利 我在加盟凯利之前 我对这个优 那个康尔哈 等等等等的平台 我全都亲自去考察过 每个平台都有它的优点 我们不能说到了凯利 别的平台就一无始处 这是非常不客观 每个平台都有优点 但是凯利 是在我心目中 综合评分最高的 而实践证明 我们有非常 这个善良 实在的老板 我们有非常 这个体量经销团队 又专业的波哥老师 带领我们 所以说 我们是有福气的人 我们在做了对的选择 也就是说 凯利今天的快速发展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 所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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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所有的一切 都符合了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 我们是在发展中 慢慢慢慢 获得了 社会的认可 获得了同伴的尊重 我们在 仅仅在第一年 就创到了 3300万美金的收入 这在我的前平台 第一年 莫过于如此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种时代的背景下 凯利 写着 有技术优势 有制度优势 有产品优势 我们在好好利用 我们各自的杠杆 我们在熟练的运用 我们的 这种商业模式 我们去撬动 我们的那个结果 我们去达成 我们的那个结果 虽然这个社会 纷扰杂乱 虽然这个社会 坊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现在的心态 用一句唐词来做总结 就是 两岸人生低不住 青州已过万聪山 谢谢大家